坐下 仙君 别说话 你感觉怎么样 对对仙君的感觉吗 本祖师想问你 身子感觉如何 托仙君的福 小仙丽杰回来之后 身体格外的轻盈 精神也格外的好 仙君这是在关心我吗 你我下凡丽杰 与他人还是不同的 是啊 比别人夸张多了 什么玲珑星集啊 灭门残案 还有那个什么邪功都出来了 这个设定他 是夸张了些 不过好在 并非一无是处啊 就这个玲珑星来说 必得两个人合一了才能活 你说要是倒霉一点啊 二十年都没见到 我们 不对啊 你是拿着画像寻我的 仙君 你是带着记忆下接的 没有 祥云仙子 初空仙君也在 好巧啊 是啊 好巧啊 谢谢啊 谢谢啊 福音仙子 此次历劫归来 身体感觉如何 我觉得 祥云仙子历劫归来之后 原神得了增补 精神上加 既如此 本殿便放心了 倒是本座 有要是要与修明殿下聊聊 彭来俱见 小仙的问题 还没回答呢 来 你是如何得惜 本座与祥云历劫时 原神会此消彼长的 因为本殿关心他呀 每每他历劫回来 本殿都会去探探他的灵脉 祥云仙子性格明朗 天真可爱 不仅仙君喜欢 本殿也喜欢得很呢 事上以此为托词 故意激怒本座 好掩饰自己的秘密吗 修明你有一块视若珍宝 一直戴在心口的玉 你说是你爱慕上万年的 玉石姑娘所在 但巧的是 三万年前妄图灭世的 魔头沧海 拥有两件法器 一件是天机盘 还有一件 便是这天穷玉了 好 好 果然被你猜到了 不错 本殿烈木之人 正是沧海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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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明你别忘了 当年沧海不止 杀了两万神官 更是亲手 灭了你帝修族 他没有做过 他不会做像那般残忍之事 本天信他 永远相信 为什么 你是帝修族的皇子 是沧海屠杀了你帝修全族啊 本殿天生孱弱 却降生于崇尚神力的帝修一族 从小便受尽冷眼和哲乳 还被送去摩罗神族当质子 但在那里 我遇见了他 这 这是 摩罗族的圣物 天穹玉 我与他 本可以无忧无虑 永远在地宫生活下去 可本殿失去了一切 主公 是你杀了他 这么说吧 主公 苍茫六界必落黄泉 本殿关心的为他一人 此番他复生归来 就算要突进苍生颠覆六界 本殿也会陪着他护着他 哪怕是付出生命 你疯了 这是你们欠他的 上神阻我我便杀神 天地阻我 我便倾覆这天地 本殿对他的感情 是你这样带着无数光环与神 又降生的仙者 永远也不会理解的 一说 2 4 4